河南是污污大生 不管是地上污污 地下污污在全国 都是最多的身份之一 你看在国家 八个孤独 咱们河南就攒了四个 可以说一部 这个河南师 就是半部中国师了 所以说这些污污 加一波火很有必要 在河南省检设 国家级博物关群 如果是能简称的话 对保护我们河南省里的污污 会起到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我提了三天检议 一个是加强欧姑和污污的支持 第二个就是加强政策支持 那么国家如果是 给一个优惠政策了 那么会调动我们河南省里 防防卖卖的这种基金因素 所以主要的一项 就是国家的这种资金支持 国家资金支持了 那么我们河南的户屋 在这个开发 包括利用这个方面 都会大大地往现在的推进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